JKF女狼翁子涵 拥有精致外貌 找好身材 被称为灵智灵接班人 不料她在2019年 卷入了连千亿小三争议 事后又被爆出是假千金 还涉及跨国卖淫吸毒等风波 种种负面消息令她一度崩溃 虽然当时她澄清了 这些谣言并非事实 但仍影响到她的失业 随后便减少了出现在荧光幕前的次数 转而竞秀花艺 近期她成功开设花艺品牌 并担任公司CEO一职更新的清照 也都是为自家品牌拍摄的宣传照 从照片中不难发现 翁子涵的服装变得高手许多 妆容也从过去的浓妆 变成如今清新优雅的模样 截然不同的模样 让不少网友留言迟糊 现在清秀的模样太漂亮了 也更凸显她的竞致五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重新双劝